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有數十座大小不同的火山 統稱為大屯火山群 我們現在正來到其中的最高峰 七星山主峰 七星山主峰海拔1120公尺 站在峰頂 四周景觀 盡收眼底 是園區內最佳的眺望點 您找到101大樓了嗎 這個方向是南方 我們可以看到沙茂山以及台北盆地 天氣好的時候 甚至可以遠眺雪山以及大坝尖山 往東 我們會先看到七星東風 遠方則會看到兩座 好似雙生兄弟一般連在一起的山頭 較遠的那一座是黃嘴山 山頂由這個角度看過去十分平坦 其實那是個馬蹄形的火山口 是園區內形狀保持最為完整的火山口 較近的這一座則是大尖厚山 往北看 聳立在眼前的這座高山 是園區內的第二高峰 竹子山 往西則可看到園區內的第三高峰 大屯山主峰 面天山 向天山等連峰景觀山系 觀音山則與我們搖搖相對 灣沿的淡水河與台北市 構成一幅美麗的地景圖畫 七星山大約在七十萬年前行程 由於海拔高度 再加上北台灣 每半年的東北季風和沖沛雨量的長期作用 使得位於陰封面的七星山 逐漸被侵蝕風化 而造成今天七星山火山口周邊 高低起伏的地貌 黃嘴山則是因為行程的年代較為年輕 所以還可以保持完整的火山口地形 來到七星山主峰 可以保覽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火山群峰 天氣好時更可以遠眺整個北台灣 您是不是感到通體舒暢呢 希望您看完這段影片後 可以好好的愛護這神奇的大屯火山群 為保護豐富的自然景觀 盡一份力量